春天的花开 在四季轮回的歌里 它天天的流成 风花雪月的诗句里 我在念念的成长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 改变了一个人 2009年10月份的时候 我就自愿休学了一年 去武警上海总队服役 成为了一名世博女兵 不能说把每一天都当作 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天 但是希望每天尽量的充实 有意义不要荒废 我会继续留在复旦直播 为以后组合的科研事业 尽自己的一份力 人生就是无穷无尽的战斗 写笔从容一线生活房 是我大学四年不懈的追求 希望当大的大学生 更多的关注国家建设 关注国房 一件事情是我能够成为一个机长 然后开着我的飞机 飞过复旦 然后向他招一招手 这就是我的梦 我希望能够继续学习和宣导 同时能够我们的中国自己的努力 在科研方面所一定的成果 为我们的国家 为我们的高公司事业的发展 我希望未来自己可以研制出 更低传输损耗 更长传输距离的星星光线 为作国高速通信事业的发展 通专加往 每个你后悔的现在 都有一个不努力的曾经 所以趁着我们现在还年轻 还有精力和时间 去探究去集取 我想我们应该 多去学点东西 把自己的心敞开 去面对那些 以后可能会用到 或者自己感兴趣的领域 变以后我或许会回到泰国 但我不会忘记 我是中泰之间的友好桥梁 我希望我可以促进 中泰之间的友好发展 中泰之间有我 而有所不同 哪怕是一点点 但我发现合作 是我学到的 最为有力量的一件事情 理想是不花钱的 你可以随意地花费你的精力 花费你的想象 去负买理想这个东西 但画得越具体越好 成为了这种 学校的学生 我就对这个学校 负义成责任 我并不仅仅希望 在这个地方 学习到更多的知识 并不仅仅在这个地方 学习到一些更多的精神 而且还要尽其所能于 为这个学校做出些什么 在多年之后 我会仍旧回到福淡 回到这条我所爱的地方 在这里 寻找我的影响 我说自己是一个 东张西望一无所长的人 但是如我而言 一无所长 更多的意味着一无所短 我很感谢复旦母校 在这四年来 所给予我的这一份 博养素质 以及在此之上 所注喜的那一份精英意识 让我始终可以脚踏实地 去仰望远在云端的那份梦想 我加入了复旦大学 第十五届研究生之教团 我们期待用短短的一年 为自己的学生 带出更多的知识 快乐和梦想 为当地带出更多的帮助 感变 我很开心 因为努力生活 和你们分享 梦药的那一秒钟 如果难过 你肩膀最辽阔 你帮我带走 乌云漫步的天空 如果生活少了 有你陪我 我整天开着手 只感到失望 因为我们都最想看到 彼此灿烂的笑容 我懂星座 却没有人伤 我真的喜欢一个人 安静的自由 我做的梦 我坚持做到最后 就算我爬到云端 也继续做梦 我唱的歌 只希望能快乐 其他的我也不想 要想的太多 因为我们都最想 拥有自己最真的感动 听你说听你说 我们同时拥有 一个真心的朋友 有日出的梦